这一个课室给大家介绍一下更加高效的屏幕数据的一个读取方法 那么也是用到了显卡的缓冲区叫什么呢 叫PBO 那这个呢大家要区分开这个PBuffer PBuffer跟PBO不一样 这个PBO呢也叫Pencil Buffer Object 后面带了一个Object 这个叫PBO 那么这个PBO呢也是OpenJR这个2.0以后才有的这个一个扩展 那么怎么用呢 跟我们之前学的这个VBO IBO很像 还有跟我的FBO都很像 那么它呢设计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就是快速的向显卡传输数据 或者从显卡读取数据 它的目的就这个 我们之前在上一节课 从屏幕读取数据的时候 那么掉了GRV的Pencils读取数据 直接把它读到内存 那么这种方式呢 效率上要比较差 那么如何 有没有什么更高效的方法呢 那么针对这种应用场合呢 就设计了这个PBO这个对象 主要目的是从显卡读取数据 或者向显卡传送数据 快速的 那我们这节课呢 来先看PBO 从显卡读取数据 怎么用 首先我们一样的 这个就不要了 JUint 声明一个对象 对象叫什么呢 叫PBO 然后 创建一个对象 我们在构造里面做 加进Buffer 那么这个跟我们之前的 基本上是这样的 对了 看一下 Buffer Buffers 小脸 进Buffers 产生一个 存到我们的PBO里面 这叫PencilsBuff object 存储我们的RGB颜色值用的 然后一样的 我要绑定这个Buffer 告诉它 是干什么的 那么 JR杠 Pencils Pencils PencilsBuffer 指定我们创建的这个对象 是存储像素的Buffer 那么注意 这个参数是Pack Pack的意思就是 从显卡读取数据 然后我们声明这个Buffer以后 还要给它指定数据 大小分配显卡空间 显卡的内存空间 叫显存空间 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什么呢 大小 我看一下 这个函数呢 使用的频率很高 这是它的定义 目标 大小 数据 还有这个 这个配置参数 也就是它的一个选项 我们看这个选项 对我们来讲 还是很重要的 那么大小 假设我们 申请一个屏幕 存取RGB值的大小 做呢 那么就用当前的窗口大小吧 宽度 乘以高度 乘以几呢 4RGB 4个通道 接下来就是数据 因为我们没有给它填什么的 填零 再接下来是什么呢 是这个 一个参数 那么这个参数 我们用什么的 Stream Read 这个用来干什么呢 用来读取用的 用这个 Stream Read 好 这样我们就创建好了这个Buffer 同时呢 我们 还要用这样一句话 给它 恢复我们的状态 否则的话 将会对下面的数据呢 有些影响 这样我们就创建好了一个 Buffer 创建好怎么应用它呢 我们看 在我们绘制里面 在绘制里面 这绘完之后 我就要读数据了 传统的是用什么 GrRead Pencil 那用这个还说 这个呢 我们先留在这 那么我们再用它 是怎么办呢 Gr Bean Buffer 先使用它的时候 Gr-Pencil PackBuffer 然后 指定我们的FBO PBO 指定以后 我们接着 也就告诉显卡 我们将应用这个Buffer 怎么用呢 也掉这个函数 怎么读呢 大家看啊 第一步 做一件事 先干什么呢 读取 宽度 就是我们窗口的宽度 高度 然后格式 Gr-R G B A 然后是什么呢 类型 Gr- Unseen 的type 最后数据 注意 这里填什么 填0 填0 什么意思呢 上一节课 我们读取的是 给了一个内存指针 数据呢 直接读到 我们内存指针 现在给0 给0的意义 就是告诉他 把数据 把我们屏幕上的 也就是内 在这个显存里 绘制的数据 读到哪里呢 读到PBO里面 因为我们之前 在PBO 已经申请了 内存 这已经申请内存了 接下来就告诉他 把数据读到 我们的这个里面 那有人讲了 既然你读到这个里面 那么怎么 再把它读到内存呢 这是个问题 那有人讲说 从显卡里面 读到我们的这个 直接读到内存 这个过程快 还是说 在显卡里考验 之后我们要把它 干什么呢 再读出来 怎么办呢 我们调这样一个函数 新 data 等于 加 map buffer 这个函数 是干什么呢 只读 注意 这个函数 就讲 做了个 map 转化 实际上 我们 创建了 这样一个pbuffer以后 它在内存和显存 各有一份 这个函数 就是讲我们显存的数据 直接 获取到这个指针 那么对应的一个指针 就是我们获取数据的内容 做一个map 这样map 那么就把这个里面内容 拷贝到内存里来了 那这个过程 是由谁来完成的呢 是由dma来完成的 这个过程啊 大家看 这个过程 读数据的时候 我们调了一个读取动作 是将我们的数据 从显存 从显存 读到pbuffer 这个是从显存 读到pbuffer 那pbuffer呢 是在我们 哪里呢 在显存里也有 在内存里也有 那实际上 我们这里 调这个 是走的谁呢 dma 也就是显存控制器 而不走cpu了 不耗费我们的cpu时间 将我们的显存数据 直接读到pbuffer 这样我们下面再做map 我们就获取到这个数据了 那这个呢 是不消耗我们 这个cpu时间的 所以呢 它的效率呢 更高 得到之后呢 我们干什么呢 再把它保存下来 用完之后 用完之后 map完之后 保存完之后 我们把保存的这个函数 拷费过来 稍微宽度 data size 用完之后 还要调一个gr unmap buffer 取消这个显射 那么这个呢 要给他讲一下啊 这个pbuffer 它的一个原理 实际上当我们 创建个pbuffer 它在内存和显存 创建了两份 创建两份 那么当我读这个动作的时候 实际上 它呢 就把数据 在显存里面 直接读到pbuffer 通过dma 然后当我们做这个map 映射的时候 它才把数据映射到 我们的内存 或者说 因为它在内存里 已经有了 它也是通过dma 直接给我们拷贝过来 所以 这个效率呢 很快 那么也有一种说法 那么这个具体实现 我不清楚啊 也有一种说法 什么呢 当我们建立这个pbuffer以后 那么它就在显存 就在内存里有份 就我建立这个 这个数据 我们创建 那么它的数据呢 就是在内存里面 是有这么大块空间 然后当我们调用 glread的时候 当我们绑定它以后 调它的时候 那么就将我们 显存上的数据 拷贝到我们的 这个pbuffer 这个内存 那么这个过程呢 是由dma控制器完成的 而不是由cpu 指令完成的 所以它效率很高 接下来unmap 就是得到这一块 内存的地址 然后保存完之后 unmap 就释放掉这个地址 先做映射 然后再取消映射 否则呢 会对后面的这个 有影响 因为有可能 我们正在考的时候 像那枷锁一样 在解锁 比如说正在考 有可能有其他指令 有可能会修改到 它的数据 防止产生 错数据和脏数据 那么我们最好呢 要做一个判断 这样 保证 它是正确的啊 那么注意 这个大小 我们创建的pbuffer的大小 跟我们读取的 这个大小呢 没有太大关系 只要我们创建大小 比我们要读取的大 就没问题 小就不行了 必须比它大 OK 我们来试试看啊 先把我们c盘 保存的文件删掉 然后运行 一二三四 这个只要改一下 按map 传这个值啊 传错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出来了 那有人讲 为什么这个是蓝的 我们那里是红的呢 因为我们那里读的是RGB 这个Windows显示是BGR 刚好红荷兰 掉个了 就这个原因 OK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pbuffer 这个读取 那么实际上 我们的这个读取呢 它整体来讲 性能呢 还不够 性能还不够 那么怎么样 才能再达到我们的最大化呢 实际上有另外一种应用 叫什么呢 叫双pbuffer 我们把这个技术叫什么呢 叫做双缓冲 或者叫做乒乓球技术 那怎么来应用它呢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是讲了如何应用 用单个pbuffer 那么下一节课呢 我们用双pbuffer来优化我们的这个读取的一个效率 我们这几个到这